鲤鱼潭的船家业者早上7点多来到码头 员工发现有8艘电动船 一艘快艇被泼漆了 业者赶快报警 而油漆流入潭面 鲤鱼潭的管理单位花东重拐出表示说 潭水的污染可以依发展观光条例 裁罚标准第13条 裁罚基准表的24项副表9 对这个行为人开罚 依照鲤鱼潭游艇业者原本要开始营业时 员工走到码头整理时发现 有8艘的电动脚踏船 以及一艘快艇遭泼漆 造成业者是无法营业 并且报警处理 发现的时候是今天早上 那昨天你们离开是几天 因为昨天我们旅游潭整个船家都在做浮渡 因为有下雨 是说我们比较早摆 我大概5点半离开这里 当时船只有发现异状吗 当时的船都非常好 都没有受到破坏 是 那这样的一个破坏 对你们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 当然了 营业损失 还有你看 那么多人在处理 真的很难处理 员工在游艇上 努力视差着遭泼漆的游艇 由于泼漆的面积相当多 也必须停止营业 出动所有的人力 业者也表示 从来没有跟同业有过争执 也没有跟人结缘过 因为这是油性的 很难擦 对对 而且这个都已经伤到底部的 原本的漆了 咬到内漆了 对 由于泼漆的面积相当广 也造成潭水的污染 滑东重骨管理处也表示 行为人触犯了观光管理条例的管理办法 也会依据市政进行开阀 那至于这个坡船的部分 有涉及到污染水质的部分 依照风景区管理规则第13条 它是违反 在风景区里面污染水质的行为 那依照发展观光管条例 第六四条第二项 还有它的相关的裁罚基准 这个是可以处 3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罚缓 那我们会依照个案的事实 来认定做采除 这起事件也是李渔潭第一次 有人在潭面泼漆 造成水污染环境的发生 管理单位也表示 未来也会加强相关人员的巡逻 警方也表示 经调阅相关路口监视器 目前已经掌握特定涉案对象 权力侦办当中 并且加强安危请勿 记者林杰双方箱采访报道 ifs 중요 场合作 遵律 詞 曲 李宗盛